我们现在到了 到了昆仑山脚下 到了昆仑山矿泉水场 我们来看一下 鸭鸭现在在干嘛 我们在昆仑山竟然还发短信 我们说你来工厂 你就送你一瓶水 然后我们来了 这样还真的送我一瓶水 对不对 对 然后看看你这个水 这个水市价要7块钱一瓶了 昆仑山打钱 去哪里拿的 你要带我去拿 就是那个 就像找那个穿那一类的 哇 看看镜头 是个历史的包装 就是那个电影里面的呀 哎 有那黑的是什么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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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没筛的 这皮肤 天哪 要你防筛吧 防蜡一定 要吃 今天去可可西里路上就吃一个 牛肉面 我给大家做一个牛毛面 因为只有一个牛肉 有牛肉就蛮好的 这个牛说不定是外面眼睛都打的 可不可以把你打一打一打 直接把你打了 真的啊 来 吃碗牛肉面 叫光 你看看牛肉 对 有一片牛肉就是牛肉面 没有 这叫牛汤面 不是老板说的 牛汤面 如果那个香味还是蛮正的 你可以闻到那个香菜啊 香菜啊 香菜的味道 这个牛肉面好吃 蛮香的 哦 你的来了 好 谢谢 哦 我的有两片 哦 赚到了 赚到了 老板应该夹在里面 你要不每人再给我们一片 哈哈哈 哇 哇 香味还是蛮浓的 嗯 很好吃啊 是不是啊 在高原吃了 这么一碗面还是很满 这里所有的面都要用高原吃锅鸭啊 那就是一口吧 嗯 半个儿了 没过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已经吸掉大半块了 哦 这就是 绝对人自清醒 哈哈哈 哇 绝对了 你吸就有几凸 眼睛一亮 在这里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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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啊 这个现代与古代的冲突真是妙 旁边还有一个非常落寞寒酸的哪吒太极庙 你看不乱丢垃圾请错个人看见没真的不要乱丢垃圾 因为我们昨天看了几里好多人丢垃圾 但是我来说可以 哈喽 哈喽 很赖吗 嗯 怎么会这地板下你一跳了 哇 3D的吓我一跳 今天我们来吃一个东西叫炮仗 中午虽然已经吃了一碗面了 但是看见这个名字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它叫手工炮仗 我一开始以为是卖鞭炮的 卖鞭炮的 但我在想卖鞭炮的为什么开在好几家餐馆方面 所以说我很费解 但后来发现其实炮仗其实是一种面 有点的确 小弟你来坐嘛 你吃吃看 很好吃的哦 小弟弟你好像有点怪怪的 哦 你看我一整碗面全部吃完了 鸭鸭还在struggle 太好吃了 还在慢慢的吃 作为一个精神北方人 我觉得我 对于我来说 吃完这么一整碗面挺正常的 然后这个面的吃面这个秘诀呢 就是说你不能看这一碗面 你就觉得特别多 然后你就这样就觉得饱了 你得要慢慢吃耐心的吃 然后多加点醋 就是我的个人秘诀 今天我跟鸭我们俩人去了各个西里 它其实是一块非常非常大的无人区 但是所谓的无人区呢 它也不是就完全没有人 还有很多就是保卫那个藏林羊的那些 就是科考站的那些人 有不少各种各样的人吧 在那里 但是基本上没有居民 你不会看到居民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动物 能够非常和谐地生存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藏林羊 藏林羊其实我记得小时候 我总是听说 就藏林羊非常非常的稀有 已经就是跨腰灭绝了 从之前跨腰到只剩2000只 到现在有7万只 就是靠着保护催眠工作人员 和各方的一众努力 然后现在藏林羊 其实已经不是那么罕见了 我们今天在路上开着 其实看到了好多的藏林羊跑来跑去 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可圈可点 就是我们今天在柯克西里的这个保护区里面看到 特别多的年轻人 就是在非常广袤的柯克西里的这么一个平原草地上面 在找垃圾在捡垃圾 而且我看我注意到好多都是女生 其实我觉得非常感慨啊 就是很多越来越多人有这方面的意识 然后希望就是可可西里这个保护区能做的越来越好吧 我们下一次来能看到更多的藏林羊 藏林羊铺满整个草原 那就不大对了好像也 那作为我们平常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当我们进入了一些保护区 甚至进入一些森林啊 国家公园啊 或者就是你路边的一些公园也是 就不要随地乱扔垃圾 就不要对就不要去随便的去伤害小动物 这个是完全不故意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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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